明镜有多小小的大小费 HELLO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这支永生60114k版本的 以前做过那支是杠箱版本的 应该是同一支,也是一个观众希望看到的 那我就买一支来做一做 首先说一下这个包装 有点小夸张 就是一两个字 我觉得就包装我个人还喜欢简单一点 小一点 一直这么小的比你放一个比万宝龙还要大的一个包装 而且有点不好拆 放一个这么大的包装吧 然后就对 有点多余而且不好收藏 好比上面一打开的时候盒子 而且盒子这种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说实话 另外的话就是先看一下 活塞对对对活塞 601 然后也说明书想看的可以暂停的看一下 这样子 拆笔这只应该我觉得应该拆的不很多 而且这只我也不会拆 这只没什么研究过 因为说实话 我主要用是现场欧比为主 那本身有一个 还有还配一个新墨器 那怎么叫活塞 这个的话应该是拆东西的配件吧 我看很多国产笔都送了 有没有人帮我科普一下这个是什么键的 因为国产笔真的很少拆这个 好 然后再下来首先拿一下 哎 我定的是蓝色了 给我发出颜色了 好吧 难道是指质这个蓝色吗 我记得我定的时候好像不是这个色 那这个 首先就先把这些东西放一边吧 这个真不知道 麻烦你们给我补充一下 好 首先该讲一讲的是这个的金色来讲 那跟万宝龙的金色也是非常的接近 就是整个金色有点感觉好 怎么讲的 太闪了 就是那感觉 那像跟这个金色比的话 跟我平常都用的爱成的话 那就这个金色完全就不太一样了 我开始定的是接近这种蓝色 那个忘记叫什么蓝了 这个好像变绿了 绿色 对这个颜色感搭的 就这里蓝的这个绿的感觉不是非常协调了 但这个上面这个是有点毒小毒啊 反正这个这种金蓝这种配配搭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呃 比较一样的就是一个键标吗 然后自己拿一个也不讲了 呃 再下来的话 这个金尖比说实话 按尖比的金尖比 这次还算是我真的算是我呃 不算拉米2000的话 如果是国产比来讲 他真的是第一次 因为呃 按尖比本身的一个特点是他的控墨非常的 就因为他是笔件是压着吗 呃 出没的时候相对讲是非常稳定的 在这种情况是情况下 用比较硬化或者比较软的那个 当然我不肯定是不是比较软 现在的尖都偏硬化为主 那笔帽上面来讲没什么好讲的 感觉就是正常一个镀金笔帽 呃 另外的话笔的话本身也是很轻 但是又没到那个之前做那个百利金或者卡口那样子一个轻度 可能差不多 但是我我隐约感觉他这个重量比较集中一点 那这个他是怎么上墨的 我倒不是 难道是 貌似不是这么上了 哎 不知道怎么上墨了 糟糕了糟糕了 这 哦 这里 这里 啊 我奇怪 有这里 这里有条缝 那就是我这样按 那他怎么还不给我 哎 可以可以可以 由一开始按有点那个 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他有改进过 这个弹性比之前好很多 这个弹性比之前 之前那个就就好像很弹化很松 我这次这个好很多 这个 是不是今天比的话品控比较好 还是说中间有改良过 另外一个就是 他为什么给我配个西摩西 这个真的又是一头雾水 他刚刚这个包装不是 配了个西摩西吗 然后就 没有搞什么车 啊 一头雾水一头雾水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笔的一个尺寸吧 好吧 笔的尺寸的话 我觉得他的价格 我手上的笔的话 应该不应该拿白铃金应该拿墨匠 价格尽量拿差不多的 可以 那墨匠的笔的话 应该这一只的话很多人都会有 那去对比这个会比较简单一点 跟墨匠来讲长度差不多 那比墨匠稍微的细一点 那这个金色的话就是见能见智 因为光线还有相机不同的情况下 拍出来金色完全不一样 镜头上面金色不能做准 要要看金色真的要去那个现场看一下 这个金色是不是 是到底那么合适 然后再下来就是说我觉得他最 这一只笔吗 就是最漂亮的地方就是这个光幕穿了 因为他这个光幕穿感觉就是 真的是相对讲空间比较大 没有那么细 因为太细的时候 像我那只万宝龙 其实快用完了 有时候还看不到 那这个是 我觉得还是稍微能看到一点 因为比较宽嘛 所以光幕穿我个人比较偏向 就是一圈的透明 那样子其实看的才是最清楚 就真的知道眉目 那如果像这种其实都 这一类的不太好说 我觉得是 好 那个再下来其他的我觉得 应该该讲差不多了 那笔件给你们看一下吧 我国产笔每次都忘了拍那个笔件 因为因为我每次拍笔是直 就是马上拍的 没有想过就直接拿来就拍 好 那个本例的话就是应该也是 这么看的话不是很看得出来 应该是有点偏方头的打磨 尽量让你们看清楚一点 不然下次我忘了 真的很抱歉 应该是一个刀锋打磨 欧笔的话会水滴型打磨比较多 那看到一个小尖能看到吗 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尖这样子下来的 在这个地方 哎呀 OK 那小尖的小尖的看到 那基本上属于一个刀锋打磨 那刀锋打磨本身也是比较适合写中文的 那 呃水滴型的话就适合写英文多一点 那刀锋型当然也可以写英文的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支笔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洗笔 非常不好洗 呃 而且有时候我洗笔是比较强 或者整根笔拆了 那刚刚扭这块好像不能拆 我估计 那个片是不是拿来 就是说拿来打开这个活塞 然后去怎么样 去把这个笔拆了 但是这个笔没有拆过 不太敢拆啊 有经验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下 是不是 刚刚那个 这个剪是不是拿来拆那个活塞的 因为我看这个活塞 这里有个六角形 应该是从这里一旋出去 然后就可以就把整根笔拆下来 好 那还是一样 我们先来 上磨一下 这个 上一上磨啊 这个最喜欢的步骤了 好 看一下那个能不能看到 OK 可以可以看到了吧 我就上那么一点点吧 那个先给顺便给插一下 可以 好 那个像这种上磨方式 如果是随之日用 比其实 还是很使用的 上磨 因为这个是目前来讲 上磨速度就快了 再下来的话 还是一样 试写接到我 我试一下什么感觉 好可以了那试写完以后吧 这个首先是整根笔很滑 算是但是还没到那种热刀切黄油 就是写起来是非常滑 但是没有到那种欧比那种就是说初间的或者M间就那种大初间的那种种就是热刀切黄油真的没有到那里 毕竟这个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细的 眼前一亮就是说比他干件版本 但是外观来讲更喜欢干件版本 另外这个的话 压一下 像我亲笔 那我再压 不是不是非常明显 但是就是这个我看一下 对不是非常明显 但是也ok 我觉得是 但我觉得干件版本就非常足够 我其实没必要今天版本的 因为这个价格我买好像是两两百多吧 差不多两百多我忘记了 因为比通常都是一次性满 那价格其实有时候记得不是很清楚 那 两百多我记得本来那只好像是50多吧 人民币人民币这个是那一样台币乘于4港币的话乘于1.2 那大概是这个价格 而且这种是暗间比华是够滑了 但是对 而且他本身就露一点点间的话 他不像不像那种大名间 就是金尖和钢尖的反馈来讲是比较明显的 像钢尖就不是特别明显 那钢尖比还是觉得说最普通的干 呃 就按尖比的话就是最普通钢尖就够了 我觉得就金尖比有点不是没那么必要 而且用起来来讲的话本身他这只比的话 呃不知道是不是有改进过 但是就是西摩西那边的话真的是眼前一辆 其他的话整根笔拿出来的时候就觉得 嗯就是日用笔就是不像那种我一放在桌上那种 不像是艺术品那种感觉就是他定位不是那样子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这样子去买跟金尖比 除非你说我这只比是我放在这里 他像一个艺术品或摆设 或者本身你如果你说啊你个人很欣赏这只比 都有这种比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我觉得可以值得去买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一个理由的话 呃不太建议我觉得干净就是非常足够了 而且他这个金我觉得有点真的太有点太夸张了 虽然说这个顶还是挺好看的 我觉得呃而且笔尖上面的话就是呃没什么好挑剔 就是出墨没问题 你看出戏要出戏有出戏要出风也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你看出风的话没有问题吗 随便写就能出 你看就是没有问题就完全完全可以出风 我试一下放近一点给你们看 你根本要出要尖就是我我制不太好了也没怎么练过 其实就随手一些那也是可以出我觉得是ok 但是呃这个理由不是很充足去买一只就是四倍价格 以上的一个比 我觉得就比的话 除非真的是你特别喜欢吧 我觉得只有这个理由对好那整支比的话要讲就差不多这样子那呃 个人还是推崇干净版本金净版本不是很推崇 因为那个除非我觉得他设计或等等的个更多地方更完善一点 我我觉得会我考虑一下或者是说呃像这个笔舌在怎么想我现在临时想一想不到就是可以加点不同的细节 这样子我觉得会好一点点不然的话就是呃 干净 然后就是日用不行的话再买两只回来 然后就是来换 虽然说这个笔呃那用程度呃不不是很需要质疑他那用性其实是ok的 我觉得好那整个评测到这里那有什么问题给我留言 那就或者帮我补充一下拜拜